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多种途径向美国政府代表多次发出警告 包括通过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报道称 北京方面威胁很直白 美国应该停止在美国法院对中共军方学者提起公诉 否则在中国的美国人可能会发现自己违反了中方法律 知情人士说 自今年夏天开始 美国开始逮捕正在美国大学进行研究的一系列中共军方学者 并指控他们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其在解放军的现役身份后 北京便开始发出警告 报道称 中共当局经常以无根据或在某些情况下 视为外交报复的举动拘留外国国民 这一策略在华盛顿的政策圈中被许多人称为人质外交 此前 包括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瑞典公民都遭到了北京类似的报复 对此消息 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和外交部均为回应置评请求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17天 美国总统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之间的竞争也进入白热化 川普16日在乔治亚州举办造势活动时 称自己如果选输拜登的话可能会离开这个美国 据国会山报报道 川普当天造势活动向支持者疾呼 他如果连任成功 就会像现在一样为美国人民带来乐观 机会与希望 川普还坦诚 自己和拜登打选战很有压力 因为要是选输这位史上最烂的候选人 感觉肯定是糟透了 他还开玩笑说 我该怎么做呢 我不知道 也许我将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此话一出 马上引起台下支持者一片笑声 而这段发言被记者分享到推特后 也马上引起热议 近日亨特拜登的多封电子邮件曝光披露了拜登父子的海外腐败交易 其中一封电子邮件曝光拜登父子与一家中国能源公司利润丰厚的交易 邮件的收件人之一向福克斯证实了邮件的真实性 知情人士称 邮件中提到一位未公开的大人物就是前副总统拜登 据此前报道 该邮件概述了在中国华信能源的商业交易中的一份临时协议 当中列出了对6个人的拟定股权分配 这6个人中的5个分别以字母指代 分别是20H、20RW、20JG、20TB、10G 其中字母H显然是指亨特拜登 而临时协议的第6个人并非用字母替代 而是用10hold by H for the big guy 意思是亨特为这个大人物代持10%的股权 至于这个大人物到底是谁 邮件中没有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福克斯与接收这封邮件抄送版本的人物之一进行了交谈 此人证实这封邮件的真实性 邮件中的大人物指的就是亨特的父亲 前副总统拜登 台湾外交部长15日接受今日印度专访 强调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让北京气得跳脚 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随即深夜在微博上谣言 要支持印度内部的分离主义力量 近期印度与中国因为边界问题 两国关系闹僵 而日前印度传媒专访台湾外长吴钊宪的消息一出 让北京爆气 批评称这是台独专访 胡锡进随后又跳出来 扬言要印方认清 中共可以支持印度东北部的分离主义力量 支持西京复国 声称这些都是我们手里潜在的报复牌 胡锡进最后威胁印方再继续下去 就准备等着他们国家的东北部出乱子吧 有网友留言挑拨策反是共党的传统伎俩 胡叼盘一不小心接了北京的如意算盘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司法部 及其他执法部门审查中国联通 美国分公司的盈域 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路透社16日报道 该委员会发出信件要求司法部及执法部门 调查中国联通 美国分公司是否受北京当局控制 主导或影响 以及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希望司法部及执法部门 在11月16日前作出回应 此前美国司法部及其他联邦执法部门 曾于今年4月要求该委员会 吊销中国联通 美国分公司的营运许可 美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上个月表示 将尽快完成三家中资企业 是否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评估 美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 在今年6月发表的报告指出 美国政府近20年来对中国国有电信商 在美经营的监督几乎没有 报告显示 美国过去如何让中共政府拥有的企业 在美国电信行业立足 而美国电信企业却无法打入市场 面临种种不对等障碍 此外 美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5月 曾以国家安全考量为由 拒绝批准另一家中国电信商 中国移动在美国的营运 中共官场腐败被指无药可医 日前曝光的一张照片显示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培训干部的领导实界 几乎全是提醒官员如何掩盖官场的贪腐迷烂 日前网上热传的一张照片显示 在一个小型的礼堂内 许多人坐在椅子上观看台上的大屏幕 大屏幕上方标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字样 中间则是所谓领导实界的内容 观察照片中显示的所谓领导实界内容 无疑是引导中共官员正确的行为规范 几乎全是教导如何避免中共官场黑幕 和官员的恶劣品行曝光 其中最后一条 紧急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 是告诫官员不要随意透露突发事件真相 而是要等当局统一口径 其他九条全是教导官员 如何避免自己的贪腐或恶劣品行暴露 其中采访不说胡话 灾难现场不露笑容 与人约会不发微博 寻花问柳不写日记等等 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该照片立刻引来了网友的热议 言外之意当官的什么缺的事都可以干 但不能让老百姓抓住把柄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3日登场 而目前提前投票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中 全美截止15日已有逾1780万人 透过邮寄或到场等方式完成提前投票 料本届提前投票人数将创1908年以来的新高 然而西雅图东部郊区城市 瑟玛米什警局周五指出 发现不少选票从选民邮箱中被窃取 并弃至他处 部分遭窃选票被发现时 仍保持未开封的状态 而且有部分选票则已遭到损毁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寄送员在周五早上寄送其他包裹的途中 发现有选票邮件遭到丢弃 部分邮件被带装 弃至于路边或勾取中 警方调查过后 先正在试图将这些选票 重新寄还给收件人 肯塔基州杰弗逊郡上周便传出 在一个垃圾桶中发现了 112封邮寄选票的消息 本月初 纽泽西的一名邮政单位员工 因涉嫌弃止1875封邮件 于垃圾桶被逮捕 本周两位候选人都想抢下的摇摆州兵州 也有两名邮政单位的员工 因涉嫌弃止大量邮件被捕 尽管如此 报道强调 邮寄选票绝大多数都是安全且无诈欺的 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此前说法 在过去20年间 经证实的选民诈欺案例 共1298起 其中只有208例与缺席投票有关 在美中关系紧张 科技战战云密布的当下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7日正式通过出口管制法 并将于今年12月1日起实行 官媒报道称 出口管制法规定 若任何国家或地区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并危害到中方国安及利益下 中共可对该国家或地区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对等措施 不过北京并未在出口管制法中 明门规定任何需要管制出口的产品 而是明确出口管制清单制度 让有关机关据此列举清单并公告 彭博社分析指出 北京此举旨在确保 在应对美国的技术封锁时 得以采取更多的措施 而这样的出口管制 也是抖音TikTok美国业务 能否与美企整合的最大不确定性来源 人民币持续走强 对美元在岸及期汇率 周五升破6.70关口 创进18个月新高 不过专家指出 人民币升值已经让中国出口企业 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人民币恐面临贬值的修正压力 甚至不排除回到1美元对人民币7元 有专家分析 人民币汇率中长期走势目前难以判断 原因有 第一 美国大选没有落地 第二 中美贸易还处在不确定的状态 第三 疫情给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带来的结果依然不确定 另外 中美之间 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利差与汇差 这是推升人民币的重要因素 因此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7以下水平波动 应该会成为常态 回到期也有可能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无微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